妈妈 妈妈 我们去的那块赢了一百块钱 你赢了他一百块钱 咋赢的 嗯 我是 我和这个老智商 你赢了舅舅 他倒好是就一百块钱啊 你咋不做应该呢 哎呀 你舅身上好像好几百了吧 你就赢了一百块钱是吧 嗯 好 那我们两个胡小别 我们两个去逗逗舅舅 去逗逗舅 去逗逗 好好好 走走 哎呀 难死 哎 刚还被吃了 骗子一百 哎呀 还好我还藏一百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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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上面干啥呢 啊 我干啥 光处个转子转子 然后 哎呀 也没啥事啊 咋了 我还赢了我给你五百块钱去吧 五百呢 但是 说了你要给我 把你的一百给我 是不是 哎呀 你妈 哈哈哈 不就一百嘛 哈哈哈 来 问 好 听着啊 嗯 什么人 肉涨价了 他就不高兴了 什么人肉涨价了 他就不高兴了 他不高兴 嗯 你这不说的我嘛 我这么穷 就这么点钱买肉都买不起了 还被你这丫头 骗走你的百块 哈哈哈 不对 你再想想 那肯定是开餐厅 你知道 那肉涨价的那么贵 就没人吃饭了呀 也不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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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想想 那是谁啊 想不起来 好好想想 嗯 啊 难道是你丫头 他那么爱吃肉 肉涨价你就不给他买了 嘖 这是我的问题好吧 猜不出来啊 你不是简单的吗 想不出来 那是啥呀 你好好想想 500块钱哦 想不出来了 太难了 人家就不能出个简单的 答案是 白骨鸡 白骨鸡 啊 白骨鸡 白骨鸡没肉吃了吗 肉涨价没肉吃了吧 嗯 他最不高兴了呀 那 对吧 好 白骨鸡完了 哈哈哈哈 给土鸡要呗 怎么办 我搞我妈吃 你们俩骗我钱 哈哈哈哈 给土鸡 要好好吃 我去看 阿姨 别人 我来说